喂喂 花蝦了 花蝦 球员们在场上练习传接球 大师兄林志胜带头花蝦 让专注安静的春训 瞬间充满轴气火力 王牌投手徐若曦 专注练头培养手感 还没有使出全力 但球入手套传出了伸展速度 所以证明徐若曦已经在最佳状态 总教理叶俊章不只专注盯场 还实际下场陪练 对于全球二连霸决心不言而喻 我对我们的球员是充满信心 那当然就是还是要看 他们临场的一些表现 卫拳龙队除了王牌投手徐若曦 球队注入不少心血 是大家熟悉的老面孔 包括前乐天桃源球员 郭延文汉 陈雨薰 就算是新的球员 大概也都有三年的经验 他们跟什么样的球员搭配 我认为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从小就认识 我觉得他来我比较安心 第一次就是可能转队 然后到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看到以前的队友 这真的是一个缘分 其实桃源王朝四主力 在为全合体和队员们 全新备战迎接新球季 不过台岗熊英总教练 洪一中在接受一次专榜说 日本棒球又与美国的棒球 引发球季的热议 曾在美国职棒小联盟 担任教练竞胸的业总有不同看法 每一个国家都有好的一面 怎么样把好的东西 纳到自己的球队里面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我们希望的啦 为全龙队在云林斗六棒球场展开 出训全员精神斗手 做好全力准备要立平今年度的二连霸 今天喜欢远离世昕远离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